同学们好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室内装饰材料与应用这门课程 本门课一共有三个模块 分别为模块一基础理论知识 模块二不同装饰部位材料的选择 模块三常见装饰案例材料的选择 这三个模块也是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讲模块一基础理论知识的第一节 室内装饰材料概述 室内装饰材料是指用于建筑物内部墙面 天篷、柱面、地面等的照面材料 通过这些材料的搭配、组合 能够创造出适宜使用的环境空间 现代装饰材料的发展速度很快 种类繁多 各类新型产品层出不穷 而不同装饰材料用途不同 性能也千差万别 了解装饰材料的分类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材料的选用 按材料的性质分类 装饰材料主要可以分为 有机高分子材料 如木材、塑料、有机涂料等 无机非金属材料 如玻璃、天然石材、瓷砖、水泥等 金属材料 如铝合金、不锈钢、铜制品等 符合材料 如人造石、彩色涂层钢板、铝素板、针石漆等 按照材料的燃烧性质分类 可以将装饰材料分为 A级材料、B1级材料、B2级材料 以及B3级材料 A级材料是具有不燃性 在空气中遇到火 或者在高温作用下不燃烧的材料 如天然石材、金属、波化砖等 B1级材料是具有很难燃烧性 在空气中受到明火燃烧 或高温高热作用时 难起火、难微燃、难碳化 当火源移走后 已经燃烧或者微燃烧 会立即停止的材料 如装饰防火板、阻燃壁纸、矿棉吸生板等 B2级材料 是具有可燃性 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 会立即起火或微燃 将火源移走后 仍然继续燃烧的材料 如木心板、焦合板、木地板、地毯、壁纸等 B3级材料是具有易燃性 在空气中受到火烧或高温作用时 会迅速燃烧 地面装饰材料 如地板、地毯、波画砖等 顶棚装饰材料 如石膏板、金属扣板、硅盖板等 按材料的商品形式来分类 装饰材料也可以被分为 成品板材、陶瓷、玻璃、壁纸织物 油漆涂料、凝胶材料、金属配件 以及成品形材等 那这种分类呢 也最直观、最普遍 是目前各种装饰材料市场的销售分类 是大多数专业人士所接受的 那本门课呢 也是按照这种分类来给同学们讲授 目前装饰材料的功能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使用功能 装饰材料应该根据装饰部位的具体情况 具备一定的使用要求 能改善环境空间 给人以舒适感 在不同部位与场合使用的装饰材料 及构造方式 应该满足相应的功能需求 二、保护功能 建筑在长期使用过程中 会受到日晒、雨淋、风吹、撞击等 自然气候或人为条件的影响 会造成建筑的墙体、梁柱等结构出现腐蚀、粉化、裂缝等现象 影响了室内空间的使用寿命 这就要求装饰材料应该具备较好的强度 耐久性、透气性、改善环境等持久性能 三、装饰功能 装饰材料最为显著的效果 就是满足室内的装饰美感 室内各基层面的装饰 都是通过装饰材料的质感、色彩、线条样式来表现的 一个优质的装饰材料必定拥有良好的装饰功能 并能通过其他材料来改变自身的装饰效果 以此来强化给人的视觉印象 在了解了装饰材料的分类以及功能之后 同学们可能会好奇 那装饰材料该如何选购呢? 在选购装饰材料的时候 我们要从四个方面去考虑 一、看材料的外观来选购 装饰材料的外观主要是指材料的形状、质感、纹理 色彩等方面的直观效果 材料的形状、质感、色彩的图案 应与空间氛围相协调 而合理使用装饰材料的外观效果 也能使环境空间显得层次分明、精致美观 二、从材料的功能性来选购 选择装饰材料应该结合使用场所的特点来考虑 保证这些场所所具备的功能 室内所在的气候条件 特别是温度、湿度、楼层高低等情况 对装饰材料的选择都有极大的影响 例如,南方地区气候潮湿 应当选用含水率低、符合元素多的装饰材料 而北方地区或高层建筑则与之相反 此外,不同材料有不同的质量等级 用在不同部位应该选用不同品质的材料 例如,卫生间需要采用防水性能和防滑性能 缴好的试面砖 而阳台、露台因为使用频率不高 地面就可以选用经济型试面砖 在选购时要格外注意 3. 从材料的搭配上考虑 选用装饰材料时 还应该从配套的完整性 以及基层材料的搭配来综合考虑材料的选用 认真比较主材与各配件材料之间的连接问题 对同类材料进行多方面比较 寻找最合理的搭配方式 4. 从材料的价格考虑 装饰设计应从长远性、经济性的角度去考虑 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 来取得最佳的使用效果与装饰效果 材料价格关系着投资者与使用者的经济承受能力 在选择的过程中也要做到货比三加 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材料的档次 好,那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通过这节课的学习 大家对装饰材料有了基本的认识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